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 精心打磨每篇范文 传递最优美的中国声音 中小学语文示范宋读库第二季作品上线 竹梦绿音场 那些踢足球的少年们 民俗美食汇聚故宫博物院 紫禁城里过大年 新闻呆呆库一起聊新闻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杨光 23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制作的 中小学语文示范宋读库第二季 100篇音频教材正式上线 精心打磨每篇范文 传递最优美的中国声音 是参与录制的100多位优秀播音员 共同的心愿 中小学语文示范宋读库 是面向全国中小学生推广标准 普通话的有声教材 这套高标准高品质的 有声语文教材 内容涵盖教育部不编本教材的 全部中小学语文课文 首批100篇音频教材 已于今年5月上线 参与录制的每一位主持人和播音员 都以严谨的态度 保证字音的精准和朗读的美感 做示范朗读的时候 那绝对是自真自着 就是每一个字都一定要读到 它的最精准的那样的一个 发声的标准 我们的语言文字 它既有阅读的美感 也有声音的美感 希望就是通过这个机会 带动咱们的中小学的学生 从声音当中去更多地体会 课文当中的蕴含着的美 每一篇课文在录制完成后 还将由相关领域权威专家 组成的审核专家委员会 进行审核把关 确保中小学语文示范 诵读库的权威性和高品质 中小学语文示范 诵读库音频可以通过 央视网 央广网 国际在线 中国语言文字网和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广新闻客户端等平台 进行在线收听 这套面向全国中小学生 推广标准普通话的有声教材 从第一季开始 就致力于让不同地区的 中小学生和教师 都能听到最标准的中国声音 享受优质公平的教育资源 首批中小学语文示范送读库 百天音频教材上限半年多来 已汇集全国1.5亿中小学生 和900多万教师 这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用普通话 亲情录制的有声语文教材 不仅让学生和老师们在音律中 听到标准发音的字正腔圆 也有机会感受中国传统语言的文化魅力 比如说我可以学习它的发音 然后我还可以学习它朗诵说 各种各样的技巧 语文是丰富多彩的 它有字音的知识 也有历史的知识 我也希望我能够学习好语文 继承我们中华五千年历史的瑰宝 同时我们老师可以用这个阅读库 平时我们自己听 自己去学习 然后在课上更好的去给孩子进行贩读 打造诵读库不仅仅为了让语文好听 更重要的是通过专业示范诵读 帮助广大中小学生 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而为了让贫困边远山区的孩子们 也能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当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教育部 将涵盖有200篇送读库作品的播放产品 以新年礼物的形式赠送给了孩子们 现在越来越多的同学爱上了踢足球 不管在城市还是乡村 都有同学们竹梦绿音场的身影 我们来看一组图片 2016年福建省南安县被教育部命名为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 经过多年的发展 南安校园足球出具规模 现在有200多支男女校园足球队 南安也多年开展足球夏令营活动 让更多来自乡村的孩子 有机会奔跑在丽音场上 重庆市有洋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南木香弘星小学位于大山中 是一所只有10名学生 一名教师的微小学 爱心团体为这所学校捐赠足球 球门和球场围栏后 这所学校把校舍旁边的一块天然草坪 作为足球场 并在课间开展足球活动 让山里的孩子有了足球梦 云南省丽江 玉龙雪山海拔3200米的地方 坐落着一个叫乌鲁肯的纳西族村落 玉湖村 这个村子上至70多岁老村民 下至四五岁的娃娃 每个人都喜欢足球 在这样的砂石球场上踢球 足球常常会被乱石 树枝戳破 这样也丝毫没有影响大家踢球的兴致 在安徽 校园足球兴趣班的同学们 在绿荫场上全力以赴练习足球 足球场上同学们不仅学得了一球之技 还可以结识队友锻炼身体 对于同学们来说 足球不仅仅是赛场 更是乐园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春节 故宫博物院将于2019年1月6号起 举办贺岁影响紫禁城里过大年展览 并将为大家呈现一个充满年味的紫禁城 展览的实景体验部分 包括整个紫禁城开放区域 都成为春节文化的展场 在宫殿门口会悬挂寓意吉祥的春联 门神 在老五下装饰华美的宫灯 在前清宫和黄吉殿的单壁上下 树立着高大的天灯 万寿灯 总共使用纺制品超过1000件 为了让观众在游览的同时享受优质服务 留下美好回忆 春节期间还将在故宫博物院 慈宁公花园 慈宁门外广场 展示中华老字号传统小吃 特色美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全国各地年俗美食将汇聚紫禁城 接下来你将看到 寒冬到来 动物们各种高招开启取暖模式 经典儿童剧悄悄板树 生活在同一棵像树上的动物们 是如何保护家园的 数百万盏灯光装点冬日夜景 璀璨光芒犹如童话世界 欢迎回来 这里是新闻代代库 最近降温 天气格外寒冷 动物园里的动物们也开启了取暖模式 抵御严寒 重庆动物园里的住客们 最怕冷得莫过于首次在这里过冬的 非洲结尾狐猴 寒冷的天气里 平常热闹的院子 已经见不到它们灵动的身影 原来小家伙们正在享受室内暖光浴 这位猴哥点着脚尖 站得笔直 恨不得趴到暖光灯上 在两棲爬行馆里 鳄鱼躺在地暖上 进入了半休眠状态 蜥蜴则一动不动地赖在浴坝下 沙太阳 而在隔壁的恒温乡里 缅甸蟒盘在棉被下睡得正香 被饲养员打扰后 它不耐烦地扭动着身体 继续寻找最佳的冬眠姿势 有时塞日光鱼 有时有环境很好 国内很滋润 企鹅也怕冷吗 这群来自南美洲的麦哲伦企鹅 由于隶属于温带气候地区 远没有人们想象中耐寒 冰冷的池水和冷空气 都会对它们的健康带来影响 动物园为它们早早地开启了空调保暖 还准备了小黄鱼等零食 来为它们补充能量 再来看这边 一只年幼的赤猴被猴妈妈紧紧揽在怀里 在院子里四处游玩 惬意享受冬日时光 要说最暖心的防寒神器是什么 这对赤猴母子或许已经给出了最佳答案 那就是妈妈的怀抱 前不久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今年最后一部新创剧目 英国经典儿童剧《悄悄板树》 在中国儿童剧场和小观众见面了 我们先来看看这部剧讲了什么故事 原来这部剧讲述了生活在同一棵橡树上 性格迥异的动物们 因为人类要砍树建造游乐场 小动物们的家园将被毁灭 面对即将流离失所 大家团结一心保卫家园的故事 这部剧使用了180度旋转舞台的形式 完美地呈现了一个巨大完整的 拥有兔子洞 画眉潮 松鼠洞等丰富空间的橡树社区 同时再配合灯光的效果 给小观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悄悄板树》是被誉为 英国国宝级儿童剧作家大卫伍德先生 在1986年创作的经典儿童剧 剧中用戏剧化的故事呼吁大家爱护地球 保护小动物 用充满趣味性的演绎和委婉的教育 传递出强烈的环境保护概念 最近联合国表示 如果人们再不改变消费模式和废物管理 到2050年垃圾填埋场和环境中 将充斥大约1200万吨的塑料垃圾 塑料垃圾污染让世界各国头疼 为此很多国家推出了一些可食用的塑料替代品 这款可食用的水球是塑料瓶的替代品 由英国一家公司研制 水球拥有双层膜 膜的主要构成是一种天然海藻提取物 对人体无害 饮用时只需要撕开水球的第一层膜 第二层膜内的水 饮料或酒 就能直接放入口中饮用 第一层膜也可以食用 即使是不愿意食用 它也能在4-6中内自然降解 不会污染环境 除了塑料瓶 塑料勺也有可食用替代品 印度一家公司就推出了完全无毒的可食用勺子 这种勺子由高粱面粉 大米面和小麦粉混合而成 没有防腐剂 塑料杯的可食用替代品 是这款由印尼一家公司制造的海藻杯 它由天然材料制成 不含防腐器和明胶 使用起来十分健康 可能有人会担心它的口感 但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味道不错 而且还有三种口味可选 除了替代塑料杯 海藻杯还可以替代冰淇淋蛋卷 印尼当地的一家冰淇淋店 就已经开始使用这种海藻杯 来盛装冰淇淋了 最近几天在克罗地亚 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 人们用数百万个璀璨光源 将一个庄园装点成节日主题公园 犹如童话世界 由灯光营造出的冬日夜景格外引人注目 灯光的形状和颜色会随着音乐随时变化 魔术般的效果吸引众多游客 人们可以玩手漫步在挂满彩灯的回栏 人们可以玩手漫里 诉说浪漫 冬日的树木虽然已经凋谢 但被这些五彩斑斓的灯钟包裹上后 格外耀眼 庄园的每个角落 都被这些璀璨光源装点一新 宛如一座童话城堡 照亮了整个冬日的夜空 圣诞老人和各种可爱的卡通造型 吸引着游人的目光 白雪和灯光交相呼应 温暖着迎接新年的游客